各位菩薩家人大家晚上好 我們來慈濟真的學了很多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學了很多 可是學習了很多一定會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我們付出的這些代價 上輪告訴我們會命是生生世世的 他是跟著我們生生世世的 那有一樣東西上輪跟我們講 是一定別人沒有辦法幫我們忙的 是什麼 煩惱 就是煩惱 一定要靠我們自己去去除 那當然這個單語言是禁思新語 我覺得這個名詞 那我們先講新語 其實我在很早很早的時候 我就聽到上輪開示 上輪講說新速 新的速度是宇宙最快的 可是到底多快我也不知道 上輪也沒有開示過 可是後來在聽禁思成語的時候 上輪有一次開始在講新速多快 我們就用 從那個太陽的光速 從太陽照到地球要八分鐘 八分鐘 那從我們台灣到美國 如果開飛機的話 坐飛機的話 當然順風逆風它時間會不一樣 可是來回大概是差不多十一個小時 十三個小時那是順風逆風 可是如果我們用光速 用光速去從台灣跑到美國的話 大家可能心裡面先想一下大概幾秒 告訴你 上輪曾經開示過 就是很短很短 當然兩次講的時間不一樣 可是都沒有超過秒 就是0.08秒 然後一個是很短很短的時間 所以上輪講說新速 新速跑得比那個光速還要快 可是可見新速跑得多快 所以其實我們在剛開始學慈祭的時候 我們在接觸佛法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這個煩惱 包括很多的師兄師姐 大家都會想說煩惱怎麼那麼不容易斷 怎麼那個習期一來的時候怎麼那麼快 其實甚至我自己也有想說 怎麼這麼多次還是沒有辦法 結果後來聽過上輪開示了以後 才知道原來那個營業心 就是速度這麼快的 我們就跟過去的在連接了 跟我們八十田裡面的東西在連接 聽到上輪開示的那一段了以後 從此以後就想說 無名習氣來的時候 就想辦法盡量斷 不能斷接受它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這麼快 我想如果說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不管跟家人或跟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一定都有這種經驗 那上人曾經有講過 其實我講的大部分都是上人開示的 只是我把它整理起來 上人講說其實有一件事情 對大家都是很公平的 每一個人都很公平 就是每一天 老天爺會給我們八萬六千四百秒 對每個人都是一樣 但是就看我們每天 每一個人 怎麼用這個八萬六千四百秒 這八萬六千四百秒我們用了 也許我們用在家裡面 也許用在置業 也許用在工作 可是不同的用法 到最後的因緣果報會不一樣 所以你看上人每次在開示的時候 大概四地十二英元 大概幾乎都會跟我們說 是我們學佛一定要了解的 基本的幾個那個方 就是四地法還有那個十二英元 那上人在講說 其實我今天後面會有三張PPT 都很短啦 因為我電腦其實我不太會用 一個是上人的手札 一個是水燦 一個是無量益金裡面 其實雖然很短 可是真的是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才知道上人講 雖然短短的一兩句 上人手札都是不會太長 可是真的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第一個 這個是水燦上面的 其實我們在講說那個因緣 其實上人用 當然因緣 上人講說在那個金色的時候 曾經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在講因緣這兩個字 可是一直講一直講 問常駐師傅 我們有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回去 會有那個飲一杯智慧的水 那個都是晚上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沒有像現在工作這麼忙 有的時候就會講 那慈師傅也有跟我們分享說 上人講的講說你們聽有嗎 那慈師傅就想說 好像聽得懂 又好像聽不懂 就好像是懂非懂 那上人在這個因緣裡面 當然佛法真的沒有辦法 一下子讓我們明白這麼多 可是上人告訴我們 不管聽得懂聽不懂 都一直要聽 聽到我們聽懂為止 但是真正明白了解的 一定是要靠我們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 我們自己親自去體會的 那個是我們真正了解 要不然我們在聽的 是別人體會到的道理 我們自己體會的道理 才是我們自己的道理 上人也曾經說過 那就是活的法 生活的活 活的法還有真實法 那什麼是因緣 上人講說 就以人為例 以人來講 因跟緣 六根 我們六根 六成還有六四 這個是上人在開示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知道 那什麼是六根六成六四 我們每天外面 經過這些六成 大概六根 上人說六根跟六成 它可以時時去合成 合成了以後 它又變成六四 那這個六四 剛才我們高師 那個楊師兄也有講 有沒有 就到我們經過七四 然後就到了八四裡面 那這個就是因緣 根跟緣 一直在合成 一直不斷的在合成 那什麼是等無間緣 上人講說 例如 我們都有的經驗 我們年輕的時候 大概不管男生女生 我們都有談過戀愛 我們喜歡的人 等到分開了以後 心裡面還會不會 一直想這個人 會嘛 應該都有經驗 上人講說 這個就是等無間緣 當然這個只有舉一個例子 同樣的 我們看到一件衣服 我們很喜歡 我們男生喜歡車子 看到車子 我很喜歡 那個也是無間 就是你那個 沒有辦法去把它忘記 那個就是無間 那第三個是所緣緣 第一個緣 前面這個緣 就是外境 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外面喜歡的這些東西 只是暫時它沒有 沒有在我們的眼前 那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緣 前面後面那個緣 後面那個緣 就是我們攀緣的意思 上人講說攀緣的意思 就是我們碰到那件事情的 類似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又會 起心動念 例如看到我們過去 喜歡吃的東西 或者是看到討厭的人 或者是 就是它前面 心跟勁 簡單講 就是心跟勁 它會一直連接 可是這個有沒有原因 有過去的原因在 就是過去巴士田裡面的東西 它一直在連接 一直在連接 然後等到類似相同的 相同的環境 或者是相同的事情 在發生的時候 那個因緣 我們那個心就連接起來了 那所謂的真上緣 就是因緣 跟等無間緣 還有所緣緣 三個會合 叮叮塔塔 叮叮塔塔 這個就是等無間緣 那後面講 後面講說 若人不信有罪福 因金奉行另信福 其實我們在還沒有接觸 慈祭之前 那當然金 金講的就是道理 上人說 上人在講說 其實 曾經開始講說 上人在看 自己在看每一本金 上人覺得都是一樣的 因為上人的道理都已經通了 我們還不通嘛 所以我們在看的是文字 上人靠的是道理 看金背後的那些道理 所以上人講說 看每一本金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在這個金 我們衣金奉行另信福 我再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在還沒有進慈祭之前 我22歲就得癌症了 那時候得癌症 其實癌症 然後我那時候還有在工作 當然那時候的醫療 跟現在的醫療 大概不能相提並論 我們那時候是直接 拿那個針 就抽那個化療的那個打 就直接打到血管裡面了 那早上 早上我去化療 然後下午 我還送了一車的貨 去送貨 我有的時候 都跟我中間的朋友 去分享說 我覺得我化療那時候 到現在當然 我現在六十幾歲 已經四十幾年 我說 我可能 那個癌細胞 有一半是被我累死的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 我早上就是 真的 那個真的可能沒有人 沒有做過那個 真的很難去體會那個化療 那個真的是痛苦 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那個副作用 它會不一樣 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 我大概因為那時候 抵抗力還蠻強 所以第一次沒有什麼副作用 第二次的時候 大概隔了一點點 一段時間就開始 打的時候就開始吐了 第三次的時候 直接打的時候就吐了 那我就想說 不要吃東西 它就沒東西可以吐了 可是那個副作用強到 它就是吐你的膽子 所以那個不舒服 到了極點 可是 36歲的時候 86年的時候 我又得癲癲 整個發作 當然那個病 如果要講的話 可能要需要花點時間 那個真的沒有經歷過 那個 真的是很難去體會 那種不舒服 我為什麼講不舒服 因為那個是身體的不舒服 我們一直在講說 痛苦 痛苦 痛是屬於身體的感覺 苦是屬於心理的感覺 其實我那時候 只知道身體很不舒服 可是我的心裡 沒有被那個病 去讓我自己覺得很難過 反正我就覺得去看醫生 真正讓我不舒服 當然很多事情 是後來接觸佛法了 以後才了解的 現在說的是 不是我那時候就了解的 那那一次後來是 其實我滿晚才交女朋友的 我大概將近30歲才交女朋友 然後第一次分手的時候 那時候我告訴你 真的是 茶不思 飯不想 晚上睡不著 整整半年的時間 那時候才知道 什麼叫做辛苦 真的 那個腦袋裡面 所以我現在看那個 剛才講那個所圓圓 真的那個印象就很深 那個馬上就跳出來 那時候 每天腦袋裡面 就只有想那個人 那怎麼樣能夠去挽回那一段 怎麼樣能夠怎麼樣 怎麼樣 可是 真的 很多的姻緣 如果是那個樣子的 你再怎麼做 所以有的時候看到文字說 如果女孩子 當然 我們講說變了心 也不 變了心 你就用九隻馬去把它拉 可能都很難把它拉回來 所以後來 那個都是看到後面才有感觸的 那 至於 這個心 所以後來我在接觸慈濟了以後 接觸慈濟了以後 其實上人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進慈濟大概沒有多長的時間 我原本在做保險 後來我去 那個 把保險遲掉 因為我覺得做慈濟時間好像要很有彈性 我就把保險遲掉 我就去開計程車 因為我這個人很怕無聊 很怕無聊 我在開計程車的時候 如果有客人的話 還好沒有客人 我就覺得那個時間很難熬 我就一直在聽上人的開始 那個時候是洗笛二十一節 其實剛開始聽的時候只有聽 覺得上人講的很有道理 好像是在聽 可是只有聽到文字 一直聽一直聽 反覆聽 只是覺得上人講的很有道理 一直反覆聽 反覆聽 大概聽了大概七八次多少次我忘記了 聽到最後的時候 怎麼上人講的洗笛二十一節 節就是煩惱的意思 就是無名煩惱的意思 怎麼好像我每一樣都有 二十一個每一樣都有 後來 才知道 就開始去看 慢慢慢慢 就去對佛法 就開始有興趣了 因為二十一個每個煩惱 所以我進慈濟裡面 其實我的心念就是很單純 我進來慈濟以後 因為有曾經之前那個 女朋友那件事 我覺得那個苦 真的是心裡面很苦 那個是真的很難過 所以我來慈濟裡面 我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心念 要想要斷自己的煩惱 斷自己的無名 不要讓自己的心 以後再這麼苦 可是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大家馬上就可以回答 因為每個人都有經歷過 可是 可是在慈濟裡面 真的大家可以學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 在裡面 其實你看 我之前在 其實環保戰是之前 那現在是 我在承擔 其實我很早很早就承擔協力長 跟戶外長 跟戶外長 可是因為知道承擔那種過程 所以叫我承擔其他的時候 我都很快的就把它推掉 那當然今年 過了很多年以後 因緣俱足了 我現在承擔 我們北投市的和氣長 那承擔和氣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 躲不過的時候就來了 來的時候 真的 那你就是很多的事情 自己要去受 可是當這種 這種過去了以後 因為我是有一直 在聽上人的開示 所以很多的無名 上人都把答案在 開示告訴我們了 重點就是我們有沒有去做 我們如果有去做的話 這些無名當然沒有辦法一下去除 可是可以隨著時間 我們那個速度一定會快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上人的 那個華華經的開示 善惡無忌一念間 迷霧禍福一念間 那我們先講說 前面這四個字可能都很清楚 那上人在講說華華經 這個一念間 上人曾經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 就是那個一秒鐘一輩子 上人在第48則 有講我們一心 能騙死法界 死法界大家都知道 四勝六凡 我們 有的時候是在一個小時 有的時候是在一天 我們就可以跑騙這死法界 上人在裡面講得很清楚 其實上人跟我們的開示 我們日積月累 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收穫 那今天真的很感恩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在這邊分享 好 感恩大家